国宝档案 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支撑箭就隐藏着一个秘密 今天我就通过一组中国汉代兵马俑为您讲讲文物背后的故事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陈列着从远古时期到清朝末年的文物精品 展现着几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走进秦汉展区 一组汉代兵马俑吸引了我们 他们气势辉煌 前面是步兵 后面是骑兵 就像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 走近看 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一些马蹄底部变着个薄薄的圆片 这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带着疑问去专家那里寻找答案 1965年陕西 这个咸阳 杨家湾出土了 是哈姆 当时出土了两千五百多件套 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这不得了的事情 出土那么多文物 后来有一部分就戒掉给中国国家博物馆了 后来到我们去接手修复这批 大概是三十四件套换了 在这之前又修复过一次 当时修复是考虑什么呢 没有好的修复材料 只是用了一种叫七片的材料去粘接 这个七片的东西 十年一长老化 一老化非常久脆弱 所以又致使这件文物残断了 三十多件兵马俑来到博物馆修复中心的时候 损坏非常严重 有的马腿断了 骑兵的身子从马背上掉下来 有的马头马尾掉落 还有的骑兵腿部缺失需要补配 可是断裂部位还有上次修复时留下的七片 这该怎么清理呢 没想到专家选择的清理材料 竟然是我们常见的酒精 专家说 用酒精将棉花浸透 附在七片上几个小时 七片就会自然脱落 七片清理以后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开始我们就是把马四脚朝天去弄修 只要是粘截好 但是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一种状况 修好之后 一立过来的时候 结果马不是很平稳 有的马身是歪的 有的马腿四条腿都不一样长 这种情况 对马的展出很不美观 也不稳 对以后的保管收藏也不安全 稍微不注意胖的还倒 大家费尽心思 好不容易一个个粘接起来的桃马 竟然站不稳 这该怎么办呢 这该怎么办呢 拆开重修不可能 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有些心思巧妙的修复者就想到了小木片 在马腿底下不稳的地方垫个小木片 桃马就能稳稳当当的站立了 展出的时候 为了加强文物的稳定性 国务馆的工作人员又特意在马的肚子底下支起一个个钢管 这下 这群原本缺胳膊断腿的兵马俑 就成为我们面前威武雄壮的古代骑兵部队了 一个小小的薄片背后啊 竟然藏着这样的玄机 可是当我们再看这群汉代兵马俑的时候 不禁想到一个问题 一些马蹄底部垫有薄片 而另外的一些呢 却没有 看上去呢 也是稳稳当当 那么 是不是后来又采用了什么更好的修复方法呢 文物修复是个技术活 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涂胶 抹腻子 刮屏 粗看 就像一个泥瓦匠的活 修复室里 棉花 酒精 胶 石膏等材料多样 就连我们平常用到的牙刷毛笔等 在这里也能找到 正是在类似这样的修复室里 专家将一件件残破不堪的汉代兵马俑修复完好 既然四脚朝天修可能出问题 那么应该用什么办法呢 专家的选择出乎我们的意料 所以我就采用了一种啊 就是吊装码 就是立的去修码 做了一个架子 把码吊起来 然后去 这么修 这样子修呢 修好之后呢 码就是很稳的 后来这个工作 我亲手修复了 有两三皮吧 都是用吊装码去修复 用布条将码固定在木架上 布条可以侧着绑 也可以吊着绑 还能够调节高度 只要马蹄站稳 再进行粘接 修复的马蹄就肯定平稳了 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 让我们开始佩服修复者的精巧心思 而我们也感到不明白 难道修复文武还需要自制工具吗 我们在文物修复当中啊 经常要做一些自制的工具 就是工艺善提示 必先利息器 这些工具呢 都是根据修复文物的需要 去自己研制的 比如说修复青冬器 要矫正的一些夹具 这在湖北省博馆修复专家 发明这种夹具 修复编中 然后用家具去调整它的教学 在首都博馆的文物修复专家呢 也做了很多家具 其实在贵州博馆呢 也做了很多这个类似的家具 都很强调 做得相当不错 那么在其他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 也做了很多用手来操作的工具 什么刀啊 什么铲啊 镊子什么的 都是自己做 自己做工具 这很常见 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修复 都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专业工具 这种工具都是靠自己去研究 琢磨出来了 市场上没有这种专门的工具 自制的木架子 解决了修复人员很难克服的问题 专家说 像马骆驼这种有腿的文物 最好是吊着修比较安全 修复好的兵马俑 每天迎接着成千上万的参观者 人们驻足凝视 欣赏着他们庞大的阵容和漂亮的彩绘 而他们身上一样的历史信息呢 杨家湾这个墓里头 他一共是两个墓发现了 那出土的呢 两千五百多个 这个步兵勇和骑兵勇 其中骑兵勇呢 有五百多个 那么当时看到汉代战争的时候呢 他往往前边是步兵 中间是车兵 后边是骑兵 那骑兵当时机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包抄 迂回 突袭 他起这样的作用 那么汉朝初年的时候 汉这个高阻流帮 找四皮一样颜色的麻辣车都找不到 但是到了文景之治的时候 一次战争 可以有十几万皮战马出来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呢 骑兵部队啊 他从中国历史上 早期 他是个配角 就是给这个步兵 车兵做配角 但是到了汉代文景之治 特别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他是唱主角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骑兵勇的时候 就可以想到 骑兵在中国历史上的成长 它的发展 从骑兵勇还可以看出 看待没有马鞍和马凳 专家说 那时候骑兵打仗时 只能紧紧地夹着马肚子 身体活动幅度还不能太大 这样才不会从马上摔下来 后来直到马凳和马鞍的出现 这种情况才大为改观 历史专家对于文物 有着自己的解读 而修复者在常年累月的工作中 领悟到的东西 常常与历史专家们并不相同 那么修复者究竟有着 怎样独特的观察视角呢 这是一件中国唐代黑幼三彩马 它身上就有漂亮的马鞍 这种黑幼马非常少见 据说中国洛阳博物馆有一件 另一件就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堪称国宝级的文物 也曾被专家修复过 现在给您出个小问题吧 您知道四肢马蹄下面的托板 是做什么用的吗 这匹马前腿如柱 后腿如弓 鼻孔大 口裂宽 符合《象马经》中 对龙种马鞠的描述 而它的颜色通体漆黑 只有面部棕毛 四肢是白色的 如雪一般 正是传说中四肢踏雪的造型 难道这块白色的托板表示的是雪吗 想来塑造马的艺术家有自己的考虑 但对于经验丰富的文物修复者来说 这块托板另有含义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汉代的有很多马 底下没有那个托板 到唐代之后出现了这种托板 这种措施方法 有利于整体文物的稳定性 不支持马腿断裂 也支持整个器物 摆放比较平稳 这可能是一个工匠制作当中的发展的一种工艺 没有腿结果爱断 搬运当中不注意就容易损伤 那么有了一个板之后 它搬运工具当中就不容易损伤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措断 遗憾的是托板作用有限 陶瓷器有它天生的硬伤 怕摔易碎 黑幼三彩马被带来修复的时候 四腿断裂需要粘接 为了防止别人误碰 修复者特意写了一张纸条贴在上面 小心误碰 可以看出专家对文物有着自己的一份责任感 专家说文物代表着一段历史 只有对文物有爱惜之心 敬畏之情 才能修好文物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 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